纳达尔为德约感到难过 劝世界第一打疫苗 若选择不打 后果自负 北京时间1月6日 纳达尔完成了2022年的首场单打比赛 他6-2 7-5击败立陶宛一哥比兰基斯 不过赛后采访 媒体关注焦点是 纳达尔对德约科维奇事件的看法 纳达尔劝德约科维奇打疫苗 如果不打 就要自己承担后果 纳达尔自己表示 他接种了两次疫苗 如果德约科维奇选择打疫苗 世界第一就可以参加奥网 没有任何问题 纳达尔希望德约科维奇遵守规则 整个世界已经经受了足够的折磨 大家应该去遵守规则 纳达尔还表示 某种程度上 我替德约感到难过 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知道来参加奥网的前提条件 现在他要自己承担后果 毕竟选择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本来 德约科维奇已经抵达澳大利亚 信誓旦旦准备参加奥网 他也拿到了奥网官方的医疗豁免 不打疫苗也能参赛 但澳大利亚方面很严格 德约科维奇被拒绝入境 原因是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 证明其符合医疗豁免资格 奥网本来规定 参加2022年奥网的网球选手 需完全接种疫苗 如果因为医疗原因 无法接种疫苗 需要对是否允许疫苗豁免进行审查 显然 因为德约科维奇是世界第一 并且是未免冠军 澳网官方给塞尔维亚巨星魄力了 但是 澳大利亚方面却不答应 现在 德约科维奇很尴尬 好不容易来了 现在面临劝反 德约科维奇在上诉 如果失败 24小时内 他会被遣返回欧洲 此外 根据澳大利亚相关规定 因此前签证被撤销 德约未来三年 可能都不能前往澳洲参加澳网公开赛 如果真的发生 德约科维奇损失就大了 他手握20个大满贯 其中9个来自于澳网 未来自的 我来自于澳网